脂液性皮炎是什么病? 礼品皮肤科主任医师 脂液性皮炎是多发生在皮脂线 比较旺盛部位的一个慢性的 炎症性的皮肤病 它的耗发部位就是头面部、胸背部 像棋窝、叶窝、会音部都可以 它的主要的表现就是油腻的、暗红色的 或者是黄红色的油腻的鳞屑 红斑上边也可以有油腻性的鳞屑 它主要呢,它就说病因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与马拉斯菌有关系 所以在治疗方面呢 首先是从饮食上要清淡饮食、低脂饮食 生活呢,要规律、注意清洁 在一个治疗的时候呢 一般建议选择伏方性的治疾 含有抗真菌的,像米康座、益康座一类的 再一个含有糖皮质激素 它既有抗炎作用,又有抗真菌作用 这样呢,可能治疗起来效果要相对的要好一些 在治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日常的生活习惯 饮食上面辛辣刺激的呀 油腻的呀、甜食呀 尽量少吃 在一个清洁的时候,可以适当地用一些 含硫磺的这个洗涤用品,像硫磺香皂 油性大的硫磺香皂 但是不能长期用 长期用的话,可能皮肤会比较干 有一些干的细小的皮血脱落 这个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专家提示 1. 脂液性皮炎是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好发部位是头颜部、胸背部、还有会音部 2. 主要的表现是油腻的、暗红色的、或者是黄红色的油腻灵蟹 3. 治疗一般选择复方性的治疾 效果要相对好一些 4. 可以适当用硫磺香皂,但不能长期用